欢迎回来继续Focus 来看为什么这个城市会进入新闻焦点 它是在首尔西南边 京畿到华城市 80年代发生了震惊南韩社会的 华城连环杀人案 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城市被贴上负面标签 而华城现在位居南韩人口第五大的城市 市中心高楼林立 而且还保留了一山傍海的美景 成为一个拥有多样面貌的城市 华城在短时间内蓬勃发展 除了它本身的地理位置优越之外 加上南韩政府积极推动政策 吸引了很多企业 到华城去投资设厂 才能够有良性循环 目前它已经转型成为科技重镇 1986年到1991年 华城市的小村庄有10名女子 先后遭杀害 华城连环杀人案多次登上媒体版面 让韩国人们一听到华城 一死就害怕 案件2003年 还被翻拍成电影杀人回忆 成了经济到华城市居民 最不光彩的印记 不过现在这个都市 似乎一惊甩开 喜悦阴霾 大量人口涌入 摇身一变 成了全国人口排名 第五多的地区 2001年升级城市时 华城只有21万元 历经23年 人口成长五倍 今年更直接突破100万元 而且年轻人口占多数 平均年龄才38.8岁 是全国最年轻的城市 不只量的提升 华城市政府近年来 不停推动值的转变 现在华城财政资历度 是全国第一 地区生产总值同样 也是全国第一 究竟什么原因 让华城如同脱胎换股般的 大翻转 背后主因离不开南韩企业 大量进驻 2000年代初期 不少人试图逃离首尔市 希望前往蛋白区 寻求喘息空间 浪漫的海岸线 南部的山脉紧靠 拥有一山傍海独有美景的华城 成为这些人口选定的重新出发地 人群逐渐聚集 土地宽敞 又便宜 还有地理位置家 这些优势开始吸引企业 前往当地设立汽车和半导体工厂 比鲁三星电子就在华城建造了半导体工厂 去年6月超前全球发表的首款三奈米金片 就是出自华城工厂 现代汽车2003年也在华城填海造地建设 可以容纳8000名研究员员的研发中心 近期更打算要在华城市 搭造电动车工厂的主要生产基地 还有荷兰大厂艾斯摩尔 也看准这一地区的未来展望 进驻华城市 逐渐成为科技重镇的同时 华城都市面貌也没落下 尤其市中心东滩区持续跟上改变步伐 原先的低矮平房少了许多 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名利景象 只是当地政府担忧太过仰赖单一企业 地区经济随着这些半导体企业的起伏有所动荡 华城市2018年修订相关条例 吸引更多企业投资当地 这座刚起步的新城市正持续发展 今后交通只会越来越方便 目前搭乘GTX首都圈广域即行铁道 只要20分钟就能抵达首尔 政府3月加码宣布加快道路建设 扩建连接华城 龙人等工业园区的高速公路 地铁方面连接首尔汝伊岛 和华城市湘南溢的新安山线延长工程 也正式启动 政府政策和企业投资 持续为华城注入发展动力 过去负面社会新闻逐渐被公众淡忘 越区繁荣的景象 似乎正描绘出朝鲜政组当初命名华城时 心中所想的富饶之乡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